你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我知道是你 你坐这个圈套 既出去了旭娘肚子里的孩子 又诬陷了瑟瑟 旭娘肚子里的孩子 那是谁的 肯定不是太子的 难道皇后 真想让那个孩子生下来 舅舅说的是 我会尽早处理此事 来人哪 快 来人哪 大雪 放心 娘娘快点 大雪 好 还有这个 殿下 殉娘出事了 太子妃 宫中出事了 何事啊 旭娘的孩子没有了 旭娘突然腹痛晕了过去 皇后娘娘急传御医 可御医赶到时 旭娘腹中的胎儿 便已经保不住了 御医诊了脉 查出旭娘 是误食了催产之物导致了华胎 皇后娘娘 已经将伺候旭娘的人 全部扣押了起来 所有的食物饮水 亦一并封存 由叶廷令一一严审 最后终于查出 是在立范之中投了药 硬是把胎儿给打了下来 皇后娘娘震怒 下令严审 终于有工人受不住刑罚 工人说是受人指使 原先是揽月阁的宫女 太子妃还是九公主时曾侍奉过 所以太子妃每回进宫 都会与奴婢说会儿话 绪娘在怀了太子殿下的孩子 第二个月时 太子妃有一回进宫 便叫了奴婢去 我 我 我什么时候 我太子妃给了奴婢一盒包金瓜子 又给了一包不知是什么的药 母后 这事不是我做的 我为什么要给绪娘下药啊 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今天就算杀了我 我也不会承认的 太子觉得呢 但凭母后圣断 这一日夫妻百日恩 太子就一点都不念及 你们的夫妻恩情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儿臣不敢以私行相训 如此甚好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这句话甚好 传我一旨 把赵良帝贬为庶人 立刻逐出东宫 母后 那宫人的口供 确实不假 不过那宫人数完口供 就咬蛇自尽了 别以为人死了就死无对证 叶婷办事向来用心 继续追查下去 发现那宫人 早年间受过赵家的恩惠 还在他家中搜出了一百定官银 他家人供出 是赵良帝遣人去过他的家中 这个赵良帝好个一石二鸟 疑惑江东啊 用心这样堵真是可恨 怎么能留得住他 这是让我皇家断了子嗣 母后息怒 我想 此事一定有人诬陷色色 应当命人慢慢追查 请母后不要动气 伤了身体 我看你真是被那狐妹子迷晕了头 赵良帝起初就是为了绪娘的事情 哭哭闹闹 现在还找人害他 竟然还栽赃嫁货给太子妃 齐心可诛 母后 瑟瑟她不会是那样的人 还请母后明察 明察什么 那绪娘肚子里的孩子爱着的谁 她看得就跟眼中钉肉中刺似的 这样的人留在东宫 简直就是国之祸水 是才那宫人提出口供 你一个字都未替太子妃解释 现在告诉你真相 你就口口声声说那狐妹子冤枉 你这样做事如何了得 我看这种祸水如果不杀 恐怕以后迷得你 连天下都不要了 母后 不可 这个赵良帝 死罪可免 活罪难饶 将他贬为庶人 游笔三个月 谢母后 太子 你们都成婚一年多了 怎么连个子嗣的消息都没有 你平日里 就应该多多亲近太子妃 离那些狐妹子远些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我知道是你 你坐这个圈套 既出去了绪娘肚子里的孩子 你诬陷了四次